南岛语族是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广的语族 许多南岛语言研究学者 从考古学 体质人类学等角度 陆续印证台湾就是南岛语族的原乡 为了揭秘台湾与南岛语族文化渊源 圆明会与国家地理频道合作制作南岛起源节目 透过科学激震及深度文化讨论观点等 探索南岛语族从台湾迁徙与扩散情形跟文化连结 透过影片认识南岛语族的整个发言地 语言 构数 还有这些雕刻 看到我们的连结性 还有我们语言的亲近性 制作团队陆续前往台湾 纽西兰 菲律宾等7个地区进行拍摄 由旅运阿美族艺术家优喜夫 与英国人类学家朱立安戴维生 当纲本节目主持人 优喜夫受访时 谈到印象深刻的画面 莫过于回部落参与风年纪的感动 他哽咽表示 因为回家反而对自我文化 有更深层的认识 二十几年没有回家 但是就是那一次的拍摄 让我有机会回到自己的部落 回家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 对我来讲非常的重要 所以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不用同样的语言沟通 他们就是看起来是情绪一样的 他到处在这些岛上的都有很多不同的情绪 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 是希望在节目以后被拍出来 节目分为返航原乡 生活智慧 文化印象三级 内容包含南岛语言 古法造船 制讨工艺 拍赤纹身 树皮制作 传统建筑六大主题 并安排在国际母语日前戏上映 从18号开始 每周五晚上9点播出 待疫情趋缓后 会再陆续拍摄第四集 原市新闻胡顺法杜 台北市采访报道